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认识这样一种人 就是说这个人他跟你都是中国人 你们在中国可能是老同学 可能是老朋友 可能是亲戚 可能是如何如何 但是他出国几年以后呢 或者他刚出国以后呢 他跟你说话就非要用什么英文 非要用什么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然后跟你交流 尤其是在同学群里的时候啊 这个优越感非常的十足啊 这是咋回事呢 今天啊 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 去了某个英语国家吧 然后呢去了以后呢 因为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嘛 然后结果去了以后呢 然后他这朋友在扭过头啊 跟他这个交谈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用全英文了 因为他的朋友是由于嫁给了老外嘛 对吧 就是跟他聊天 你想他觉得是 那就算你去了美国英国也好 或者是澳大利亚也好 那咱俩终究还是中国人对吧 俩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说话呀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可以不用英语跟他说话 你可以用中文跟他说话嘛 对吧 他说我用中文跟他说话 人不理我 人用英文告诉我 让我一定要用英文跟他说话 其实这种人都有以下几个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娶了老外 或者他嫁了老外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 这种人应该都是出国没几年的 其实很多人说 那什么满口英文的 其实真出国个十年二十年的人 真没几个满口英文的 反正我没见过 反正我没见过 真是满口英文的 对中国人还说英文的 大概都是出国两三年的那种 或者出国一年 半年 几乎都是这种 而且几乎都不是自己靠着自己能力考到美国的 几乎都是加了人啊 或者是这种情况啊 对吧 然后来了美国了 他老是美其名曰 我要融入西方社会 融入西方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他们的眼里就是 我要忘掉自己的文化 但实际上呢 我告诉你啊 你作为一个亚裔 在西方呢 你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融入 你只能做到被这个社会接受 或者你去接受这个社会 这是最简单的 你做不到完全融入 咱们不要说外国 你一个南方人跑到北方 他能做到彻底融入吗 他都做不到 融入可不是说你说话跟人家一样 是吧 你的各方面跟人家 你得语言 风俗 吃饭 居住的环境 身边的亲朋好友 全都是实行你自己所习惯的那个风俗 这才叫融入 那不经过几代人 哪可能真正的融入 对吧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种 跟中国人讲英文的行为啊 就有点装说白了 因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 就是说对着中国人才讲英文 他的意思反正就是觉得 可能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也可能觉得我可有今天 其实我以前看过《非诚勿扰》里葛优说一句话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什么人啊 最喜欢这个变本加厉使唤人 在这一亩三分地儿 然后后来这个 安一轩就问什么人啊 然后葛优就说 穷人 恨自己穷过的人 翻了身以后 最喜欢在这一亩三分地儿里 变本加厉使唤人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现在说政治威逼正确 可是你现在想想是不是一个道理 你得有多憎恨 多自卑你曾经的那个身份 以至于你到国外 连母语都不说啊 而且尤其是你有了下一代以后 尤其你的下一代还是个混血 其实你作为一个混血 你会两种语言是非常优势的 而且这个语言还不是西方的两种语言 是一门东方语言 一门西方语言 这无论是对于以后孩子的发展来说 恰饭来说 各种方面来说 是非常优势的 你知道吧 我不是说教谁恰饭或者怎么样 至少表面上你要学会啊 表面上你要知道啊 是吧 你表面上你要喊着 I love 某某某是吧 是吧你要喂孩子以后长久的考虑嘛 对不对 但是这些人就不是 就是他到了西方以后 通常就是完全就是 为了洗脱自己的文化 很多人说 就是说 哎那那我嫁给了美国人 那我就是美国人 我嫁给了俄国人 就是俄国人 我嫁给英国人 就是英国人 嗯不是 不是啊 我我个人切以为不是啊 你可以这么认为 我在美国所认为 拉丁裔第二代 韩裔的第二代 日本人的第二代 他们不管是在美国出生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通通会讲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只有一个民族 大概他的第二代 出生在美国以后 几乎都忘了本民族语言 而且是大量的 根本就不会说 那就是 华人 华人 很多人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很多人说 那是你们华人 不是我们中国人 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看父母教育的 那第一代的 他这个父母从哪来 那不还是从国内来吗 对不对 那还是到了海外 他不教这个东西 那既然很多人说 那就是你们华人有问题 我们都没有问题 其实大家都一样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就说白了 还是一个从外面外的心态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他到了海外以后 他担心融入不了美国 一个小孩在美国中 他担心融入不了美国 他说这个本质上说 还是一个 就是觉得外国人高级呗 我给别人一截图 我的聊天记录 我一截图 我的照片 你看都是英文 都是法语 都是德文 这多高雅呀 对吧 你看我们讨论的都是谁 你们讨论什么孔子孟子 什么韩非子 这个是吧 这个有点太好粗俗了 你看我们讨论都是谁 我们讨论的是亚里斯多德 康德黑格 这多厉害呀 对不对 讨论都是什么孟德斯鳩 是吧 你这多高级呀 其实呢 这在哲学史上都差不多 都一样 都是在人类不同的时间段 产生了自己不同的文明 你如果是拿西方的文明的放大镜去看的话 那或许他们的这个语言 他们的这些东西特别重要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 就此你就否定了自己的文化 很多人说 张思克你不是呼吁大家学英语吗 我呼吁大家学英语 是你要多掌握一门语言 你要放开怀抱去拥抱这个世界 是世界上现在所有高等的学府高等的论文 它没有其他语言 它只有英语 你只要愿意看最高等的论文 最精尖的科学 没有英语是不行的 知道吧 这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个必经之路 不是让你忘记中文 让你掌握英语 跟你忘记中文是两个概念 很多人就老有这种二级寡思维 认为我既然去拥抱了英文 那我就应该忘记我本身的文化 对吧 就是有那句话说嘛 就是我一个亚洲人 到了美国 我怎么样才能体现我自己认可美国呢 就是我比白人还白人 但其实你说白人心里看得起你吗 你说你一个人 你连自己的文化都忘了 你说白人心里看得起你吗 咱都不说别的 是吧 咱都不说别的 咱就说来一个美国人到咱中国了 他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美国人 同时他不忘本自己是个美国人 然后他又对中国友好 你尊重他 还是这个 美国人跑过来跟你说 是吧 美国太邪恶了 我就从此以后再也不说英语了 这种语言我感觉到 是吧 不高级 我就全程说中文 你觉得这样子 你看得起他吗 你上你嘴上给他点赞 你觉得好友好 你心里你真的看得起他吗 你问问你自己的 摸摸你自己的内心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你看得起他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这种现象我见的非常多 很多人出了国 尤其是这种刚出国两三年的女生 自己又没啥文化的 或者是自己又没啥经历的这种 就觉得西方无限好 再加上可能在国内有卷 他就觉得 哇 就终于出来了 可有今天了 你知道吗 就拼命的这样 其实我觉得啊 你出国不出国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嫁给谁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吧 但是没有必要搞这种二级管事的 就是我觉得你就算你在外面装 对吧 那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跟自己的亲密的人 跟自己的这些啊 是吧 没有必要 无话不谈的人 咱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你这样给人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 哎 我是私下遇到过这样的人的 你知道吗 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 就是 就是 就我们 当然我们俩都在美国 然后他 天天跟我说话 就说阳文 打字 QQ 打字 打阳文 然后最后有一天 我说你能不能说中文 他说不能 他说我要练习我的英文 我说你要练习你英文 你跟老外练就别跟我这练 我说你烦不烦 那啥似的 十三似的 然后最后他就 跟我说 说 你就不主动拥抱这个文化 我说拥抱这个文化 跟当舔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我说我这个人天生膝盖 不会打弯 我不是一个二级管 我不认为这个地方不好 就一定是那个地方好 那个地方不好 就一定是这个地方好 这都胡扯 什么事情 你都要取长补短 你都要从长远看 对不对 但为什么这种东西在咱们的女性身上这么多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 那不敢让你们反思啊 你们别叫我反思过来 我不敢让你们反思 你们就想为什么 人家的下一代 无一都会说本民族语言 就我们的下一代 你是觉得自己的文化很丢人吗 你还是自己的 喊的时候都是是吧 牛逼牛逼 是吧 然后一跟你说自己的文化 你说你问一个老外 你问一个美国人 你问他华盛顿是谁 他不知道 你问他1776年是什么年 他不知道 你问他什么时候烧的国会山 他不知道 对吧 他问你秦始皇是谁 你说不知道 秦始皇不是赢麻了吗 那不就糟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记住自己的文化 不要忘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原呀 是你联系这个文化所有的基础 一旦这个东西断了 就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好吧 行吧 我今天我也不聊多了 我就说到这儿 我就说到这儿 我只是说 听到这种事情 觉得很感慨 行吧 继续聊着 大家拜拜